我們有整理出一些大家沒有想過的 如何成為韓劇男主角的秘訣 那首先第一點呢 第一點很重要喔 第一點就是 發飆 男主角平常可能都是一個暖男 但他發飆的時候一定要很帥 你密鼓來先示範一下一般人的發飆是怎麼樣 如果老闆今天給你 你說購完湯不要加芹菜 他滿滿都給你芹菜 搞什麼啊 為什麼要芹菜 這種就是很不帥的坡夫罵你也就罵人 那男主角會怎麼罵呢 老闆你在搞什麼鬼啊 我不是說不要芹菜了嗎 大概呢就是大概在第三到第四個字的時候 開始整個飆上去 就是一個這樣子 健強 慢慢的加強你的力道 這樣子你發飆起來就會很帥喔 打鐵秤肉 大北開啟 時間這麼晚了你去哪裡 去買個飲料而已 這麼晚了你難道不知道我會擔心嗎 接下來第二個呢就是慢動作 不管多危機的是女主角就要死了 要被壞人拿刀底的時候 你都要慢慢走 砸鐵秤肉 ㄟ 哥華幫我拿個碗 ㄟ 哥華幫我拿個碗 我吃飽了 那第三個呢 跟剛剛那個慢動作有點像 就是男主角一定是一個臨危不亂 像那種得到的高人 他永遠都是家裡好像有出什麼事情的臉 隨時都要好像不知道發生過 可是男主角本來就這樣啊 就家裡應該都不會很好 就是可能爸爸死媽媽死 然後或是跟仇人有什麼問題 就是這個李東說 李東說就是啊 李東說好像沒有演過一部 所以是家庭的美滿 都沒有都沒有 第一二集就是爸爸都死光了 每一部一定都是家人 家人被莫名其妙全部殺光啊 不然就是什麼的 反正真的是 是 是 男主角幾乎都會有這種很難過的過去啊 所以你也可以運用在你生活中啊 不管發生什麼事你都可以 扳著臉 對 這樣看起來就會感覺好像也很有深度 對 好像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對對對 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這個很重要 打鐵趁熱 ㄟ 哥華 你發發中兩百萬欸 那很好 ㄟ 哥華你拉臉沒拉 我故意的 ㄟ 哥華好像死我了欸 那你就先走了 不用等我 第四個就是霸道 霸道這一點很重要 而且真的很實用 女生不喜歡你什麼都要問 就是我這樣很冷 你不要還說 ㄟ 請問你冷嗎 就不要 就不要問了 你就直接外套 外套就披上去了 然後女生這樣手一直晃 就是想要你牽他 你就也不要說 ㄟ 請問我可以牽你的手嗎 這樣 就是只要講出來全部 你的帥度直接打折 所以絕對不要講 什麼都直接做 事後也不要問說我帥嗎 這樣 對 就是不要 哈哈哈哈 有些人會問說 ㄟ 我幫你弄弄這麼帥 不可以這樣子問 不可以這樣子問 你這樣問你就等於 我都必問了 直接你剛做的事都白費了 所以就什麼事都直接做 對 什麼都不要問 長進的人在手在抖 因為長進的人都會問說這樣算了 哈哈哈哈 那也不要太預舉 就也不要太過分 人家如果對你沒有意思 你也不要就直接親上去 哈哈哈哈 會 會直接被抓走 所以還是要慢慢的試探 就是可能從 呃 過馬路有什麼車子 開始這樣先弄 如果女主角就是 覺得是OK的話就可以 像如果你這樣拉他覺得 好像有點煩 就不要再繼續下去 就可以停在這裡了 打 鐵 乘 熱 有 有 石頭 有 冰冷 可能沒了 以上四點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教學的 如何成為韓劇男主角的撇步 希望大家的日常生活都有幫助喔 掰掰